開放任何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那是個目標 但是也是一樣 革命分階段 不可能一次到達 台北市政府會新成立一個基於公民參與委員會 來負責推動所有這些 包括iVoting 公民咖啡館 在社會局長難纏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提名許立民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就是負責公民咖啡館的活動主持人 資訊業 他的內容還是太多 所以後來我們本來一直在辭職 資訊局長要不要任用 沒有想說本來他們要找CIO 就是Chief Innovation Office 就是叫資訊長 後來發現 要用一個人 如果本來希望資訊局長可以做CIO的工作 後來發現很困難 所以我們在資訊局之上 我們要架構一個Smart City支援城市委員會